大家好,我是時光伯伯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我自己很喜歡一些性價比高和擁有實用功能的碗錶 今天我就想介紹一隻碗錶給大家 這個碗錶的品牌叫Karl F. Buchara,寶齊萊 可能有些朋友就不太熟悉,原來寶齊萊早在1888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瑞士的Luzon成立他們第一間珠寶中標零售店 而在1924年的時候,他們和當時仍然是一個很年輕的品牌勞力士合作 就將勞力士的碗錶歸納在他們的零售portfolio裡面 到了今時今日就已經合作了接近100年 所以在寶齊萊的零售店裡面 是有最齊備的勞力士碗錶的款式 今天寶齊萊已經成為了歐洲最大的中標珠寶零售商 在全世界擁有350個零售店 而且他們都是極少數瑞士碗錶品牌 仍然是原始創立的家族去擁有和管理的 寶齊萊在1919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製作自己的碗錶 在過去的100年裡面 他們做了很多出色的男裝和女裝的碗錶 而且他們一直都在鑽研中 怎樣可以在機械中標製作裡面取得突破 這個突破在2008年的時候就出現了 因為當年寶齊萊推出了他們第一個自家生產研發的機芯A1000 A1000擁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一個叫做Peripheral 環形擺堂 環形擺堂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令到碗錶的機芯更加淺薄 第二個好處就是它完全不遮擋我們觀賞那個碗錶機芯的運作 而在2018年的時候寶齊萊更加推出了 還有擁有環形擺堂的陀菲倫碗錶 今年他們也推出了擁有環形擺堂的三文碗錶 不過我們今天想說的碗錶 就不是一隻環形擺堂的碗錶 而是一隻叫做Heritage by Compaqs Annual的碗錶 這碗錶是擁有四種不同的功能 第一是自動上年 第二是年齡 第三是計時 第四是大日靈 這碗錶的設計靈感是來自1956年 一隻34毫米的保齊內設計生產的 By Compaqs的計時錶 當時這個計時錶是一隻比較斯文的碗錶 而在2019年第一次出現的復刻板有兩個款式 第一款是鋼殼的熊貓錶面 即是白底有黑色的10Dial 而另一款是金加鋼的錶殼配一個粉紅色的錶面 今年保齊萊推出了一個reverse的panda dial 即是一個反轉的熊貓面 我們可以看看這款錶的設計 黑色的錶面看上去是比較時尚的感覺 在12點鐘位置就有一個大日力槍 而小秒針就在3點鐘位置 至於計時的功能 30分鐘的計時盤就在9點鐘位置 中央的秒針就是負責計秒的 這款錶還有年力的功能 所以在4點和5點鐘位置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月份的窗口 年力是一個比較聰明的功能 它懂得分辨小月份的30日和大月份的31日 換句話說 在小月份的30日之後 它就會自動跳去1日 而每一年只需要在3月1日調校一次 至於計時的功能 它是由2點和4點鐘位置的長方形的pusher去負責 起動、停止和歸零 計時標的功能 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因為有很多應用 如果我們開會或者入了咪錶 我們都可以找這個Chronograph去幫忙 去計時 至於這款錶的外圈上面 那個Tachymeter 測速器 很多朋友都說不太明白究竟它怎樣用 因為有測速器的換錶 很多時候都說它跟賽車有關 是用來量度速度的 但是Tachymeter遠不只可以計算平均速度 我們先看看Tachymeter的讀數是怎樣來的 它是由一條公式計算出來的 這條公式就是T等於3600除以S T就是測速器上面的讀數 3600就是一個小時內的秒數目 S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它所需要完成的時間的長度以秒去算 如果我們有一些人客是要登上一架飛機 那麼它是需要50秒去完成這個登機的動作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在那個人客開始登機的時候 我們啟動那個計時 當它完成登機的時候 我們停止那個計時 時間盤上就指著它是需要50秒完成 而我們看看測速器 它大概就是一個72的讀數 換句話說 一個小時內 我們就可以有72位的passenger 就可以登機了 那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application 我們都可以利用這個測速器去計算呢 這個碗錶一個41毫米直徑的鋼殼 它是擁有一個藍寶石水晶玻璃的錶面和錶底蓋的 換句話說 我們是可以欣賞到那個機身的運作 那麼這個自動上年的機械碗錶 是有42小時的動力儲備 它是配皮帶或者是橡膠錶帶 是有兩種選擇 那麼限量呢 是做888隻的 定價是港幣5萬8千元 一隻擁有大日曆、年曆、計時的碗錶 它只是定價5萬8千元 那性價比是不是比較高呢 好了 這個星期的一週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